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方式获取的知名度,使用率,甚至度等衡量品牌健康的指标体系,在消费者表达的时代就未必适用,因此,从品牌建设效果衡量的角度,也需要一套适应消费者表达时代的指标体系,正如Larry Weber在Marketing to the Social Web中开篇所说的,在社会化时代,互联网不是一个渠道,品牌商是一个整合者,而不是广播者。 Marketer要以开放的心态重新思考过去的营销经验,但是,营销的本质没有改变,因此,少一些时间讨论社会化网络带来的那些技巧和概念,多一些时间思考如何从营销的本质出发,从战略的层面把社会化的理念落实到公司战略,品牌战略以及具体的执行计划中,这可能是品牌商社会化再造的重要出发点。 以下是Ju Tripodi原文 很多人都记得曾经的CMO的角色比现在简单,那时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从公司到消费者。 在准备市场计划和预算的时候,关键衡量标准是消费者印象,即多少人会看到,听到或者读到我们的广告,那个方法如果现在说还管用的话,只可能出现在电视剧广告狂人里面。 现在信息从很多方向流动过来,消费者的接触点倍增,那些陈旧的单一形式的做法已经尚未于精准营销和一对一的沟通。 也许,最重要的变化是消费者现在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力量,自发创造关于我们品牌的内容,并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分享到整个互联网。 这已经改变了我作为可口可乐CMO的角色,改变了公司和消费者建立紧密关系的方式。 短期来看,消费者印象还会是营销效果衡量的基石,因为这是被普遍用来衡量不同媒体广告效果的统一方法。 然而消费者印象仅仅告诉广告主一个粗略的受众范围。 从定义上来讲,印象是被动的,他们没法体现出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真正紧密联系,engagement,这恰恰是我们努力所想最终达成的目标。 拥有品牌知名度,awareness很不错,但是拥有支持度,advocacy才会把公司的生意提升到下一个层级。 因此,除了消费者印象,我们越来越多去跟踪消费者的自发表达。 对于我们,表达代表了消费者或者说选民对可口可乐品牌联系的紧密程度,这可能是一个评论,一个like,上传一张照片,一个视频,或者转发帖子到他们的社会网络中。 我们正在衡量这些消费者表达的效果,并且把从中学习到的经验,通过全球各地的2700名营销人员,在全球性或者地方性的品牌建设活动中广泛应用。 制胜的经验,这是一个消费者被赋予权利,消费者和品牌关系非常紧密,消费者被网络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全新时代。 在这个时代,制胜的关键是什么? 以下是我们目前学习到的一些主要经验。 A,接受消费者能够创造比你们更多的信息的事实。 B,创造流动性强,liquid和关联性强,linked的内容。 C,接受是消费者而不是你拥有你的品牌的事实。 可口可乐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在1985年推出新配方可口可乐的时候,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增长,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。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可口可乐的Facebook主页有超过2500万粉丝注,现在是4273万粉丝。 我们的粉丝主页并不是由在亚克兰大总部的员工完成,而是由两位在洛杉矶的消费者发起的。 他们用这个主页真诚表达他们对可口可乐的感受。 如果是10年前,我们这样的大公司早就让律师发出了请立即终止侵权行为的信件。 今天我们的做法完全不同,我们选择与他们合作,共同创造新的内容。 现在我们的Facebook主页每周增长约10万个粉丝。 D. 建立一个能够让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,在公司迅速分享的流程。 增加消费者的表达需要很多的尝试,而且总有一些尝试会证明无效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